食话食说 吃了再说 大家好 欢迎走进闻香之美味 食话食说 我是大嘴文振 我们的节目 长遍天下美食 走遍全国各地 为的呢 就是给好事嘴们留下一份独特的美食记忆 但有的时候 留下美食记忆的不光是美食本身 创造美食的人和美食背后的故事 也让我们印象深刻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月城西昌 在这里寻找我们纯正的美食独家印象 西昌 古城穷都 位于川西高原 全境海拔在一千五百米以上 阴暑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 素有小春城之称 冬暖夏凉 四季如春 光照充足 各种水果蔬菜 都在这辽阔爽朗的地方 充分地感受着阳光和雨露 在光影的流逝间 沉淀着自己的精华和糖分 植物是这般 动物和自然的联系就更为密切 万物的生长 也为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 提供了丰富的食材 西昌的美食品种非常的丰富 其中尤其以独具特色的民族美食为点心代表 而牛羊肉就是重中之重了 今天咱们美食背后的故事就要讲讲牛肉的故事 说起大碗喝酒大伙吃肉啊 咱们就不得不说说肉的来源 肉吃的好坏这是关键所在 所以说呢 今天咱们的故事发生地是在一家叫做德意寨的纯黄牛火锅这个地方 据当地的好日子说 这家火锅店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放心的爽快的 吃肉喝酒的好地方 咱们先进去看一下 走进这家火锅店 一股牛油火锅的原香在肆意的飘散着 食客们尽情欢畅地感受着美食所带来的喜悦 很香 然后在糖也很香 口感比较好 吃到就是太阳牙口感 不在那种很不敏的感觉 吃牛就要吃黄牛 味道独特 然后它春枕那个清枕这个牛肉的嘛 我们经常光顾的 我们吃的这个味道是它是水牛肉 我没有餐过家里 吃家里牛肉嘛新鲜 春黄牛呢 有酒精 各方面都好 肤也好 味道巴适很 这个牛肉很好吃 味道很好 有弹性 有人性 老气的脚肌有劲 对身体很好 我们都喜欢吃 黄牛肉属温热性质的肉食 脂肪含量低而营养价值高 我国从古至今都将黄牛肉作为最高推崇的美食佳品 韩世一通里说 黄牛肉补器与棉黄其同工 今天我们美食背后的故事就要从一位专业做这种黄牛肉火锅的老板说起 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马建来先生是马背上长大的典型北方汉子 他平日里初中有戏 刚柔相继 待人接物如水之旧下 厚德从容 可是马建来与德意斋这做牛肉的渊源并不若他性格一样的直接坦荡 创业前期的百转千回在第一关就把这个做牛肉的人难倒了在吃牛肉上 几年前呢我来西厂做生意 因为我是那个伊斯兰的新教徒 所以我们的饮食规定呢他都是吃牛羊肉 所以呢我呢在这呢就是经常因为吃饭不方便 去菜市场买了一些牛肉 后来一做的话呢发现一些水牛肉 完全就没有那个牛肉那种原味 马背上的男儿从小竹水草为生 习惯了草原上天高辽阔的纯正 味蕾上也早已默认牛肉制品为定食 出到西厂发展的马健来 闲暇时每每买回牛肉自己烹制 与家人分享 可每次买回来的牛肉 家人都觉得牛肉的肉质与口感欠佳 换了很多家菜市场购买 屡败屡战的马健来 最终也没能找回牛肉的原汁原味 牛肉的做法没变 烹制牛肉的人也没有变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怀着心中的疑问 没想到机缘巧合的某一天 马健来的一个朋友 介绍给他一个肉类加工商 得知马健来想在西厂投资餐饮 这个加工商大方地把马健来 带到自己的工厂去考察 这一考察倒不要紧 马健来总算发现 自己买的牛肉味道不正的原因了 某些市场上卖的牛肉 极有可能就是在这里住过水的 看着一头头牛被捆绑在铁柱上 通过高压水枪 强行地将水灌入到牛的身体里边 马健来觉得太不人道 当场拂袖而去 此后和那家供应商再无往来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我就根本就不敢买了 我一看这东西都住的水 有的甚至于住的是污水 这样的话呢 这牛肉吃到肚里的话 肯定是不健康 而且这个猪水这个肉呢 它是一种商业欺骗性的东西 比如说它住出水来以后 看的价格很低 但是说一斤肉 可能的话你回去以后刨润水 已经乘了八两了 甚至乘六两了 这样的情况呢 我感觉到是非常的 对我来说呢 利益上有被欺骗的感觉 早前的西昌 一些利益熏心的黑心商贩 利用市场管理制度的不健全 将住水牛肉搬进了市场 扰乱了健康的市场环境 为了掩盖牛肉住水的事实 一些不法商家 在住水牛肉中添加胶粉 泡打粉 卤粉 内脂等 让牛肉肉质蓬松 使得水分凝固 这样不管是肉眼观察 还是技术手段 都难以查出来 看到这种破坏市场的现状 作为穆斯林民族的马建来 十分痛苦 但同时 他作为商人 也发现了商机 既然市场上 这种劣质不纯的牛肉 都这么有销路 那何不干脆做一家 牌子响亮的纯正牛肉 既能让消费者受益 也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在现在这个不良的环境下 我想吃这个健康 绿色的 从原生态的牛肉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只有说毛主席那句话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在经过很多次的走访 等调研以后 马建来明白了 要想吃到好的牛肉 就得从源头来进行培养 这源头自然就是养牛 养黄牛 首先我们那个确定目标以后 第一个我们是选材 从我们内蒙古这个经验来说 是黄牛是最高标准的牛 所以我们首当起初的 先选黄牛 完了以后 我们在凉山进行临下考察 黄牛在这个地方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因为黄牛的肉质特别细腻 而且烹饪方面以后 它怎么做出来都好吃 所以说我们选择黄牛 是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烹饪的全面体力 明确好目标之后 马建来开始走访当地的养牛户 讨教一些散养黄牛的窍门 接着就开始有规模的散养黄牛 这些散养的黄牛 在自然的怀抱中 茁壮地成长 看着自己培育的黄牛 一天天地健壮起来 马建来的心理 也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 当我了解到这个牛的话 我就开始从养殖上都考虑 第一个呢 梁山这个气候 一年四季非常好 对牛成长得非常棒 所以呢我们就进入了很多宜家户 跟他们取到了一些养牛的经验 特别是散养方面的技术 怎么能不喂饲料 怎么能让这个肉质呢 变得是特别的完美 因为它是不喂饲料的牛呢 是非常紧致的 当我们第一次出牛的时候 我们牛成形了 哎呀我太激动了 这样的牛真的 使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健康的牛 我当时考虑到以后 哎呦 马上想把这个东西送到屠宰上 让大家吃到这么好的牛 就在马建来为自己养出的好牛而高兴的时候 亲眼目睹工厂给牛注水的一幕 在脑海里又浮现了出来 马建来的心里顿时产生了犹豫 我的牛送过去 会不会同样也面临着注水的命运呢 比如拿去这个牛注的水 你说这个东西 我们心里都看到这种东西呢 是非常残忍的 因为我当时看过这种注水牛 它都是活住 那种东西连人性都没有 所以我再三地考虑 下定决心 一定要开个屠宰厂 让老百姓一条龙地 吃到我们这个放心肉 使我们达到一个牛的最高品质 这就是我最大的经验 秉持着则善则美 洁净的亲针饮食文化 马建来的红藤屠宰厂 从不给牛注水 以获取到最纯正的肉质 而且为了绿色健康 还建立了排酸车间 分割后的新鲜牛肉 在进入排酸间后 能够把牛肉里的一些细菌给杀死 从而有了安全的保证 当我们的牛肉送到市场以后 肯定了我们这个牛肉质量 要比其他牛肉贵个两三块 哎呦 真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 老百姓根本不懂这个东西 简直是我们宰出的牛以后 一说贵个两三块全部是妄价而逃 哎呦 我当时就发懵了 我说为什么这个好的东西 大家就对它不认识 在这种前提下没办法 我们就开始在每个菜市场 去开专卖店 为了让我们这个品牌呢 做的跟别的产品的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更多的呢 想到了以后 怎么样让老百姓认识这个好的东西 我们红藤公司呢 又重新的注册了一个德意栽 我们德意栽的意思就是说 有德人做事 老百姓是为一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更好的带动了我们的团队 把这个事情呢 做的是很完美 现在我们的肉呢 一天每天做的好 现在老百姓也认可的非常多 所以呢这种东西呢 有了艰辛才能有了快乐嘛 随着德意栽品牌的声明确起 普通老百姓宁愿多花上几块钱 也愿意选择德意栽纯正的牛肉 每天德意栽的门店都门庭若市 来购买牛肉的顾客络绎不绝 也许公道和品质一直都自在人心 当我们专卖店开得成功了以后 我的朋友跟我就介意 哎你这么好的牛肉 我们经常都吃不到 你能不能开一个这个这个牛肉制品店 哎我一考虑这个事行啊 大家让我一考察这个这个四川人 特别爱吃火锅 我就从这个方面 因为我的肉是好 而且牛肉身上都是饱 所以我拿这个火锅呢 更能体现出我这个 真材实料的这种 口感啦 感觉啦 特别是它这个东西很传统 我就开始说这 哎呦没想到一开那生意火爆的 可能是因为可能我专卖店的那群顾客 吃了我的牛肉以后感觉好 所以我这个火锅店开了以后 没想到这这种 现在饮食行业这么疲软的时候 我那个火爆到这个程度 哎呦所以我感觉到以后真正的 做到了这个份上我们真牛啊 我也真的在这个角度上 特别感谢我的团队 每个人都那么敬心 那么敬业 哎呦高兴 马健来 这个一路向南的北方男人 穿越山海 越过草原 把耿直的性情 带到了南方的苍山穷海间 他带着诚恳来 把新鲜优质的牛肉带给当地 把健康美味的印象 留给大家 而如今 得以摘火锅店的人气 是大家对他牛肉美食 最直接的肯定 以健康绿色的牛肉带动美食 以美食为载体来推广牛肉 这就是马健来 一个普通美食家 和他背后的故事 美食即人生 今天关于西藏纯黄牛的故事 就为大家讲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爱美食 更爱了一些 为我们呈现美食的人 我们发现美食 并发掘美食背后的故事 无论是初出茅座的创业青年 还是资深的餐饮企业家 不论是生命远洋的品牌食坊 还是温馨可人的路边食堂 我们都会把更多的美食 更多关于美食的人 呈现给大家 为您讲述更多的美食故事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第七频道 不担心宝宝在厕所玩 因为我用 威猛先生除菌劫测液 含巴色朴子精华 有效去构 杀灭细菌 马桶静雨亮白 威猛先生除菌劫测液 搭配双效劫测宝 美充持续清洁除菌 时刻保护家人 The past can be beautiful A memory A dream But it's no place to live The only way out Is up And it's not heaven It's a new world The future is called Shadow Dior 他们用不输大人的舞蹈 惊艳全场 阴冷的天气 生不过他们的绝向 他们的可爱 蒙动你我的心 他们将在这绚丽的舞台上 冲刺梦想的最高点 谁能够最终成为 天生我才的小王者呢 自称广播电视台 妇女儿童频道 每晚八点二十分 精彩呈现 本次活动 由润阳观栏录道 冠名播出 我们一起来玩 我们家 家 医生 你当老师 那你当小白领吧 我得领个布吧 小白还不简单吗 不简单 这么黑 起来很麻烦的 你没用过太次洗衣液吧 洗衣液 搞不定的 一领镜得多喷点 就是啊 我们试试看 洗衣液 不行吧 快瞧 戳戳就下去了 洗衣液都能把领子 洗得这么干净啊 洁净一步到位 人家都是小白领 有太字 没无字 保洁 一二三 睡 康熟老谈酸菜牛肉面 三十二道工艺秘制 一道春味 不止酸爽 康熟老谈更爽 你才能把领子 今天咱们西昌在这个月黑光高 伸手看得见五指的时候 伸手看不见五指 伸手看不见五指 你说是乌侠小组 那您说的这是 我说这个是西昌的美食之夜 那西昌也没吃一条干什么 这么火辉煌 是头部都开着 如同白昼 人生饼废 非常热闹 这伸手就看得见五指 这么个看得见五指 这味是真是太香了 温哥 你看这后边一排店 咱们晚上吃什么 吃什么的 西昌那 每次抬点他 热情热情 崩放崩放 粗狂 粗管 所以说这些胆子节育爷神的话 那就必须是西昌烧烤 来西昌晚上不吃烧烤 亏了呀 兄弟 白赖了 所以说咱们来的家 最有印象 免您火焚烧烤 围着火焚吃着烧烤 再烤着火 再来口小酒 心都融化了 就这儿了 走 走 他们家的老火烤酒店 然后吃起来比较香了 在西昌呢 我最喜欢到他们家来吃他们家老火了 看起来比较香 吃起来更香 木鸣来 知道吧 这是从成都过来的 这是木鸣到西昌来吃 难道就到这个地方吃这个烧烤 肥脆小厂里面有鹿蒜 然后它的口感非常的香甜 非常的好 肥而不腻 在我们西昌是很少见的 哇 舒服 舒服 就这大火烤烤着 美 烤心嘛是吧 暖心呢 这是这种感觉啊 就这 有这火烤之后你就想 冬天里的一串棉袄 就不在你身上了 盖在身上这种感觉 接下来这个温的棉袄 它也得铺在你舌头胃上 信不信 那那口说无凭 口说无凭 那咱们就出这点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你这儿特点什么 什么特点 这儿特点喝下去 就在它名字上面 它什么 最有印象 对不对 就在这印象两个字上 我给左浩 别印象厉害了 这么你首先印象 春天篇 不是不是 你等会儿闻个 吃烧烤 还能吃出春天的感觉 做节目 做的菜品上的 来 就在这个地方 看到呢 哇 这个是 这个叫做 北翠小肠 那个小肠 首先说明 今天那个小肠 很厉重 然后我们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现在进行腌制 我们现在加入了姜膜 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 盐 花椒 味精 再加入葱花 我们进行腌制 因为它腌制了三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进行它 充分的入味 把它调和均匀 现在四个小时已经过后了 消肠已经充分的入味了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鲁蒜 这鲁蒜可能大家很不胜 这个是在蔬菜里面 营养价值都很高的 所以说我们 嚼劲老汁了 充分的研究了这道菜 也是感觉是自己创新 西厂饭就是 每天就我们家有的 首先都虽然我们都是 老的不要 因为老的吃得 印象口感 像小肠饭 你去烤的 它就说吃起来比较外 外面它咬的豆 然后小肠 里面又吃 很脆 它烤熟的时候 它就鲁蒜 很脆的 没错就是这样一道 别出心裁 独一无二的翡翠小肠 经过老板几个小时的 精心制作之后 也不晓得 在烤鲁蒜 烤出来的味道 又会是 浮火的嘞 春天熟了 春天熟了 考虚 小肠已经是金三三的了 没算 鲁蒜还是悠悠的 没有 没有丝毫变 这叫什么 纯定的生命力 就这么体现了 你知道吧 顽强 对对对 这下个 西厂特式的 豆面在里 对不对 豆面占底 好香啊 文哥 印象当中 我们吃小肠 都是这种 棉的 对 你没感觉 今天吃这小肠 是脆的 脆的为什么 第一个 是这个 芦笋把小肠 撑起来之后 小肠得一个 均匀的受热 它完全可以透心 吃起来就很脆 烤的比较均匀 对吧 芦笋本身 这种非常脆 哦 它这种芦笋 这种清脆 跟小肠脆 一起咬下去 那你就有一种 春天 是吧 踩在清早上 咔嚓 咔嚓的感觉 这种脆爽加脆 你觉得 这么清爽 吃烧口 你还会腻味吗 根本不会啊 春天般的烧口 春天气气感受到了 太感觉到了 那咱们下一波 下一个是 下一个影像叫做 印象 夏天平 到了夏天了 夏天什么感觉 夏天就是 火辣 火辣 油包包 是不是感觉 晒到人头昏脑炸 对对对 感觉他头到炸的那种感觉 头大的那种感觉 对了 所以说话 让我们咱们这块 吸止脑花 就是夏天的一下 对不对 那我伙伙 再离什么 谁呀 又什么叫夏天呢 你看 这锡布是包着 但温度全部聚焦在里面 没错 闷在里面 我们是把脑袋烤晕 人家是把脑花烤香 哎呦 别说 这味道 太香了 对对对 而且你看 调量也是夏天版的 里面你看啊 红辣椒 对 我红火红 我这个就是红油 嗯 是吧 等等啊 这个青菜 等等吃的调料 你感觉到 红红火的夏天 来了 老板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锡纸快速地做成一个 可以盛放脑花的器皿 接着便开始制作这道美味佳肴 我们这三年老婆店鸡 它不能夹 然后三年老婆店鸡 三年老婆店鸡 放到会儿放到 夏天我们这个米汁 这是我们自己配一只 你相互的 酱料 这酱料主要是有老干嘛 酱啊那些 几种 几种这个又炒制而成 这个比较 吃我们这个老婆的 比较最重点的酱料 那我们加入花椒 我们加入花椒 加入盐 烧皙 这个是孜然 我们是好市愿食 加点围茎 我们也是 加点鸡 游消炊都要少一点点 加多酸 酱 角 姜 他吃了 咔嚏 那我们老婆名字叫 香辣老婆 这个辣一定要突处 我们的香味球的放得比较多 就是高汤 加入的高汤 我们吃的加入高汤 再加点酱 也不晓得这道具有夏日风气的特色老官 通过火烤出来的滋味 会不会让两位吃火主持 心不口服呢 夏天好了 夏天好了 来来来夏天 哇热气腾腾的 所以说你还说这个 豆腐捞豆腐捞花 我觉得这个话意思 说是捞花像豆腐 豆腐像捞花 这两者是共通的 这么鲜嫩的是吧 热气腾腾的 像刚刚出炉的 嫩豆腐 嫩豆腐 相当相当的嫩 来 攒一根 崔那次 夏天太艳灾了 热气都在他那脑花里边包着 好冷 好冷 你的热气 烤香 老虎 老虎是 老虎 文宝你别说 老虎入口之后 真的是热口即化 对 老虎因为有 锡脖子的层层包裹 而且还有他 还有锡脖子 还有糖粮的包裹 还高啊 锁子烤 其实完全是 基本上是闷锁的 没锁 闷熟的 所以这个脑花 没有煎明火 对吧 假裳他这个 这个热量呢 是慢慢慢慢的缓室 还不像一般那种铁毯烤 没错 受热很均匀 一直这个脑花 完全是三百六十度 嫩度无死角 没错 而且再加上他这里边 刚才也看见那么多的料在里边 对 他这一直闷在里边的话 非常的入味 闷进去啊 闷在这个脑花里边了 剩下之后了 斗转新银 咱们继续来到印象之秋天天 这秋天的代表菜饼 叫蒜锅牛肉 蒜锅 对对对 您别说 那温哥 咱吃烧烤吃这么久 您吃个蒜锅 对这就是特色 烤蒜合鸡 而且那我告诉您 为什么它是秋天的 为什么 这个秋天呢 就是它的蒜锅里面 用的全部是金黄金黄的菜籽油 是不是秋天果实的感觉 有 而且因为说嘛 老板绝对是用的 咸的 村子的菜籽油 煤一盆这种蒸蒸锅料 烤完之后 蒜完之后 这就到了 这就不要了 真的啊 而且天里面 这个什么大蒜呢 是吧 还有这种就是 姜啊 姜片啊 还有辣椒 有没有这种 无故丰登的感觉 就非常的丰富 就像我们秋天 收获了的时候 我们这同桌 看到虽然不是好吃 但是我们是 简单 为了我们自己去定制的 首先我们加入我们的 纯菜油哈 那个菜油是很肥我们 很浪费的 但是我们 那个客人想出了 第一次的这个油 不是老油 所以说这个很甘心的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 这个娘娘样子的 这个油 都是一次性的 不会是回事外做的 首先我们就加入 姜片 那个 香蕉 就简单 我们这个就没得好 然后放点青椒 青椒 青椒 然后加点一个葱口 然后再放点一个青椒 那个青椒 那个青椒是 青椒最好的青椒 青椒 想不到老板呀 也是良心出品 为顾客朋友 打造出这样一锅 健康营养 却不失美味的配料 想必呀 要是涮涮更健康呀 哇 你这么一涮 这个肉 也变成了金黄的 也是秋天的青椒 带着成熟的感觉 秋天的金灿灿 让你食欲大增 而且收获了继续 你这么涮几下的时候啊 最后拿起来就 有一种成就感 对不对 没错 自己劳动的成果 当然了 秋天有这个金黄呢 你这么说之后 有点缩头了呢 打门 没得关系的 怎么样 我们给他降点温 还是来点配菜 收些啊 一攒呢 就不要再干粘子了 那得攒 要在我们这边 老板特制的 涮锅 凑碟 你看 就给这个秋道啊 降温了 宝藏姐一个 嗯 穿上一层什么 给他穿上一层 秋天绿色的外衣 这秋天就完美了 没错 这是一个凉秋 哇 嗯 正所谓 一阵秋呢 嗯 一阵凉了 嗯 没错 这生菜配这牛肉 真是绝配 嗯 牛肉经过煮了之后呢 那味完全进去了 生菜呢 这种生味给他夹夹在一起 对 太棒了 对 关键是什么呢 生菜这种鲜味啊 嗯 它让你一种清新的 醒脑之后呢 嗯 紧接着 那牛肉 蒜锅的油香 和这个醋香 还有辣椒的味道 嗯 出面而来 嗯 它你感觉就是这种 季节交替的感觉 没错 非常的爽 嗯 嗯 太棒了 来来来来 你啊 怎么样 最有印象 嗯 不喝醉怎么有朋友呢 在西藏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西藏的台三米酒 嗯 特色 米酒 米酒 嗯 嗯 这个味儿 虽然说不浓郁 嗯 但是厚精很大 就是说明朋友的这个情意回味悠长 都在这里面 嗯 香甜醇厚 粒粒都是情 杯杯都是义 来 温哥 干了这杯酒 啥不说 都在酒里了 哎 来来来 满足 温哥太好吃了 哎 哎 刚刚说情意 你抓了不停不动子 哇 温哥 这饭团那真不够啊 喝米酒吃饭团啊 嗯 我白给你喝这情意酒了 哎 那太好了 嗯 嗯 好一百四 嗯 来来来来 你怎么买单的呢 温哥 哎 我包海子 我还凭分呢 你敢不敢 我告诉你啊 嗯 就这个啊 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它是正宗的西上烧烤 没错 火火味道的很纯诚 这也就这个四十八个星 是这个 嗯 最后啊说这印象啊 它的菜比让你经历了 烧烤桌上的春夏秋冬 一种肠胃里面的轮回的感觉 这种经历一生的印象和美味 让你觉得不得不给个四点九颗星 得给这个 总分四点九颗星 超炫民族风的火盆烧烤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热辣豪情 奔向实话实说 潘西地区美食发现之 嘴有影响 Maining Hopper糟烤 地址 四川省西昌市凯乐南路 道店闭点 飞翠萧烫 席子捞花儿 通水果 人群消费69元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第七频道 宝宝和我仿佛有一条无形的期待 让我们宛如一体 全新雅培轻体配方 重新三大雅培轻体科技 更亲和宝宝体质 雅培轻体 让妈妈宝宝亲密如一 几年前肌肤遇到神仙水 改变了她的命运 越早用神仙水 所住年轻肌肤越长久 再过十几年 今一剃透 还在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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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检查头屑 因为你用的洗发水 只做了一半 新海菲丝 有效去蟹 更形成长效保护层 给你持久无蟹保护 去蟹更进一步 实力派海菲斯 他们用不输大人的舞蹈 惊艳全场 阴冷的天气 胜不过他们的绝项 他们的可爱 萌动你我的心 他们将在这绚丽的舞台上 冲刺梦想的最高点 谁能够最终成为 天生我才的小王者呢 自称广播电视台妇女儿童频道 每晚8点20分 精彩呈现 本次活动由润阳观栏录到冠名播出 实话实说美食热门排行榜第10名 肖江富雨儿鸡 综合评分三颗心 人群消费36元 上榜里哟 在成都啊 雨儿鸡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家哦 但是啊 小别最爱的啊 就是这家 正宗的重庆肖江富雨儿鸡 为啥子呢 因为它的雨儿鸡啊 分量特别的住 一份啊够好几个人吃 而且呀 雨儿很挪很打 尤其是老板的父母太多啊 那肯死真是吵起的好 而且呀 这家店的地理位置也很好 又好找又好停车 哎 喜欢育儿鸡的好吃座 不容错过哟 地址 成都市井华万达广场 井华路一段188号 实话实说美食热门排行榜第9名 一拼捞罢免 综合评分三颗心 人群消费20元 上榜里哟 一拼老爸面的招牌啊 就是老爸面 听到这个名字 你死死想起咯 自己爸爸下的面咯 哎 这老爸面呀 很清淡 吃惯了麻辣小面的小编呀 第一次吃到这老爸面 简直有一种 焕然一新的感觉呀 再配上店内招牌的招牌菜串 哎呀 人是八死菜咯 而且啊 喜欢活酒的朋友啊 一定不能错过 因为他们家还有正宗的特贵啤酒哦 你想好看 一边吃面 一边喝正宗的特贵啤酒 你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假酒嘛 那还等啥子呢 赶快心动起来 且转一拍嘛 地址 成都市五号区锦修路三十四号 中北国际一楼 实话实说美食热门排行榜第八名 柔柜厨房 综合评分三星半 人群消费五十一元 上榜里有 柔柜厨房是一家你不得不且的销子点 老爸是从澳洲削成归来的 所以这个味道嘛 你肯定就不用担心了 担心的整宗习菜 特别要为大家推荐的是 他家的夜淡冰淇淋 如果您要去的话 一定要尝试一下 夜淡冰淇淋 烟雾缭绕冰淇淋 口感丰富 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的感觉 诶 紫森与邪紧 到底是啥这样子的gaddle 你且咯 走归出放 你就消得了 地址 成都市青阳区吉祥街 23号-8号 实话实说美食热门排行榜 第七名 镇山关老火锅 综合评分三星半 人群消费65元 上榜里有 对成都人来说 葱庆口味的火锅 接着就是真爱 今天 小别就要给大家介绍 这家 葱庆老火锅 蒸山关老火锅 记清楚了 是蒸山关 蒸足的蒸 蒸风的蒸 乖口的乖 这种口味 那就是初恋般的感觉 辣辣的 萌萌的 镇山关老火锅 在成都 你来得吃到这样子的味道 关键是 彩品的粉粮很扎死 绝对死你的心头矮 地址 成都市五侯区 红牌楼北街 30号二向 智兴力度花园对面 实话实说 美食热门排行榜 第六名 夜相放 综合评分 四颗心 燃均消费30元 上榜理由 点销二锦子 租饮子公财 柯位低道 素材子给 假给勤命 咱尼茨每一口菜 都就得哼死毁 地址 成都市五侯区 智兴路62号 实话实说 美食热门排行榜 第五名 勤熙拱交域 综合评分四颗心 燃均消费65元 上榜理由 贡椒呀 应该是锅底的一种特色 而不是纸鱼 这锅底呀 是青椒和藤椒混合的口味 虽然不是红锅呀 但是也有微辣中辣和特辣的选择 这个你没听说过吧 而且呀 他家的鱼肉选的是姜团 这是清晰贡椒鱼的一大特色 姜团嘛 没有小菜 鱼肉也很新鲜 非常的适合老人小孩 以及懒人 你看 小便好不容易为大家遭到的一家 那似乎 全家烂女老嫂 都会一次来清晰共交易 你们是不是该为小便 顾好脏呢 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银河北街1号-1号 焦大智能小区87对面 实话实说美食热门排行榜第四名 小命糖 Deader甜碎面 综合评分四星半 人均消费12元 上榜里游 店名虽然叫小明糖 但是走进店里 明糖可大着呢 各种面食一应俱全 为大家强烈推荐 招牌面 蛋蛋面 和甜水面 招牌甜水面 小甜辣口 面外糯嫩硬 蛋不粘牙 很有嚼劲 性价比也很高 每次消费四二快 此免此到肚子爆 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 红星路二段八十号 实话实说 美食热门排行榜第三名 母家牛肉小怪 综合评分四星半 人均消费46元 上榜里游 冬天除了吃羊肉 那就属牛肉补身了 问牛肉哪家强 当然母家牛肉小管咯 吃牛肉的布尔靴子呀 店里欢景装修 勤勤天呀 人气很旺 大口大口的 刺起雪花牛肉菜 还有脆崩脆崩的母家爽脆 哎呀小鞭恩是香气酒 抠碎自流啊 听说啊 子儿的牛肉 却也不是从新疆 孔女国来流 非常的心血 所以说 你还真啥子 该尽且刺骂 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 东武段87号 阳光新夜中心五楼 A2 509B市 实话实说美食热门排行榜 第二名 旺破论 综合评分五颗星 人群消费26元 上榜里游 穿梭中特别厉害的拉破论 味道非常棒 相比之下 小鞭最喜欢吃辣妹的 水果也很新鲜哈 还有辣妹酱搭配 其次是水果的 有芒果和草莓 水铁可口 最后是巧克力结果 总口味的人一定喜欢 唯一的缺点就是 要排队 地址 地址 成都市高山桥北街 高华二街五号 近成都A区 实话实说美食热门排行榜 第一名 海域 综合评分五颗星 人群消费85元 上榜里游 炭鱼炭鱼 顾名思义 小编为大家打探到了一家 专门吃鱼的炭鱼餐厅 就是这家 他的口号就是 最瘟疫的烤鱼 但是呀 一走进他家的大门口 你就会发现 他家的人气 一点都不文艺 人群人海 火宝宝 哟啦啦嘞 小编恩斯拍了一股小死的怼 才拍到尾子啊 一进店就被他家 复古文艺的气息所感染 所以呀 不论你是75后 80后还是90后 相信一定都能在这里 找到儿时的回忆 而烤鱼也有多种口味 任君选择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台语点后头的鱼呀 一般都是比较总口味的 所以新外总口味的好词座 一定要来上一下哦 地址 成都市五后区 人民南路4段3号 来福士广场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第七频道 汤城被建蛋白质粉 进口优质乳清蛋白 非转基因大豆蛋白 汤城被建蛋白质粉 提升抵抗力 打造好体质 汤城被建蛋白质粉 我要让时光在脸上倒着走 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奇迹来自欧雷明星大红瓶 一瓶满载美极新生能量 特有Supercell元气细胞 逆龄科技 肌肤细滑 紧致 负弹力 四周挑战逆转十年肌灵 OLED时光礼盒 采用湿滑路时期元素 逆龄奇迹 你最好的礼物 OLED最美的你 孩子爱探险 温和沐浴露的保护也许不够 全新舒服家专校护理敏感型沐浴露 实验证明有效去除脏东西 配方温和 帮助皮肤保持天然皮质平衡 舒服家超级妈妈 客户全家 妈妈的味道 幸福的味道 各位好 欢迎大家收看 实话实说妈妈的味道 我是你们的出发小伙伴李维 圣诞节是越来越临近了 虽然这是一个西方的节日 但是在我们国内的年轻人的心目当中 也是非常的隆重 像圣诞节必不可少的 就是圣诞树作为节日的点缀 所以现在在节目当中 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棵树 不仅漂亮 而且还能够吃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煮补料 树桩蛋糕所需要的有 奶酪 低筋面粉 杏仁粉 细砂糖 鸡蛋 色拉油 可可粉 巧克力酱 都说大树底下好成凉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树桩蛋糕 将承载着我们一家人浓浓的爱心 所以到底怎么做呢 一起来请教一下今天做个节目的美食妈妈 欢迎香兰妈妈 你好小伙伴 赶紧给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香兰妈妈 香兰妈妈 乐山人 资深美食达人 烘焙达人 研究家庭美食七年 擅长各式甜点私房菜 香兰妈妈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过阳节 对 尤其是圣诞节 对 你看我们中国节日非常的多 像过年啊 大部分的节日都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享受 对 像这样的圣诞节啊 情人节啊 就比较适合朋友之间或者情人之间相处 年轻人更喜欢过 嗯 对吧 而且现在只要是节日 大家过得都非常happy 嗯 非常热情 对 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 释放自己的激情 对 除了过节我们还要说到吃 对 美食跟节日是关联在一起的 必不可少 对 就像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给大家的介绍了这个 嗯 圣诞节的专属的 嗯 我们要做一个树妆蛋糕 嗯 以前在节日当中 只看见圣诞树 对 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漂亮的圣诞树 给吃进肚子 嗯 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在细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做这个树妆蛋糕 嗯 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蛋糕卷 哦 把那个蛋糕卷做了以后 咱们再来弄成树妆 所以首先用到的就是低筋面粉 对 低筋面粉用到50克 你看这里呢 我还是要把低筋面粉这样子混 筛一下 嗯 显得更加的蓬松 对 一会儿咱们的这个树妆啊 看着是比较老的 但吃起来是很嫩的哟 哈哈 现在我们把蛋黄和蛋清分离 嗯 蛋黄的盆子里面现在是三个蛋黄 我们把它和杏仁粉15克的 现在我要用到15克的杏仁粉哈 今天我们这个做法呢 是采取的分蛋海绵蛋糕的做法 不是戚风蛋糕的做法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打发鸡蛋清 打发鸡蛋清之前呢 要加一克的 对 我们加那么一点点 塌塌粉 这个是为了让蛋清更稳定 大概就是0.5克 不用放太多 好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蛋清打发 给它打发 对 咱们这样子轻轻的把它打一下 好了 打成这个粗泡 这种泡以后呢 稍稍起泡的时候 就开始加入我们的细砂糖 对 嗯 好了现在呢 慢慢地把它打发 我们的蛋清打发到相对稳定的状态 对比较 就是说这个呢 又没有到干性 是中性的 你看这种很漂亮的鸡尾的状态 对不对 嗯 有个小尖尖 对 一种小尖尖 像鸡尾的状态 好 你看呢 现在我们需要把蛋清和咱们这个刚才的蛋黄混合一下 取了这样子三分之一的样子过来 再做蛋糕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步骤 嗯 先取三分之一 然后给我们的蛋黄 对 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取一部分 再取这么一勺 好 你会看见我们的蛋黄 从非常鲜艳的黄色 慢慢地变成鹅黄色 对 然后你看 最后变成蛋黄色 嗯 这个时候我混了两次蛋清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我需要把面粉筛进来 哦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嗯 跟我们以前做法不一样 对有点不一样 你看这个地方 我现在呢 刚才是50克的面粉对不对 嗯 现在我要筛一半 好 你看一半了 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个 这样子你看 把这个地方已经加了一部分面粉了 对不对 我要加进 回到进蛋白里面来 回进来 就看着有点 错综复杂 但仔细想一想 好像还是特别清晰的 对啊 然后这样子混进来 再切拌一下 简单的切一下 简单的切 然后把余下的面粉再次的 筛进我们的这个蛋清的混合体 对 筛进来哈 好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 对 然后我们再轻轻的滑几刀 这样子哈 一定要轻 对 因为我们的低筋面粉 筛过以后 它特别的蓬松 好 接下来你看 大概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需要用到35克的色拉油 用到色拉油 35克 取了那么一勺过来 这样子 好 好 混合的差不多了以后呢 把它倒进咱们这个面糊碗里面来 作为一个媒介哈 对 这个时候跟我们的蛋糊 完全的混合在一起 对 有没有觉得加入了这个萨拉油以后 整个状态显得特别的细润 对啊 因为有了油的嘛 但是咱们这个配方里面没有水分 你看到了吗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海绵蛋糕的配方 但是做法呢 又是把蛋清和蛋黄分开了 分开的 对 好 你看我这样子 很快的就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烤盘就给我 好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的烤盘了 对 我们烤盘里面铺一个白白的油纸 烤盘里面一定要铺上油纸 然后咱们迅速的把它给铺 这样子蛋糕糊倒进去 给它倒入我们的烤盘当中 对 好 倒入我们的烤盘以后 这样轻轻柔柔的把它给抹开 现在呢我们把它送进烤箱里面去 上火175度 下火呢150度18分钟左右 18分钟 对 时间不是特别长 不是特别长 我们相当于要给它做一个蛋卷 对不对 像以前我们做的海绵蛋糕 不是要卷一卷 加入一些松茸啊 或者一些淡奶油啊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就先把它烤了再说 好嘞 我们一起短暂的期待一下 虽然说咱们的蛋糕卷还在烤 但是咱们也不能闲着 对啊 我们把这个就是蛋糕卷的馅和那个一会儿的树皮给调好 把树皮给调好 这个非常重要 对 好 现在呢 你看我们就用到这么多的奶油奶酪 咱们分两次加 一共200克的奶油奶酪 哇 量有点大 对 因为大家非常喜欢吃这种奶香味 对 200克的奶油奶酪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20克的糖粉 然后呢因为咱们那个树皮的颜色是有点像巧克力那个颜色 对不对 对啊 棕色 所以呢我们今天用到一个巧克力糖浆 哇 就口味又增加了耶 这个是超龙的巧克力糖浆哈 咱们把它加一点再进来 看一下颜色和合适了咱们就不加了哈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喜欢啊 对 你要那种深色的你就多加一点点 对 要淡淡的也行 对淡淡的也行 嗯 好 我们现在大概的把它压一下以后呢 就用到电动的搅拌器 你看咱们这个颜色你觉得如果不够呢你自己再加 再加一点 但是呢我现在需要调一点味道 加入糖粉不够吗 我们来一点清新口感的柠檬汁 哇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味道 一定要加这个哈 要不然这个吃都是比较利的哈 柠檬汁咱们来10毫升 融合以后我们就不再加其他佐料了 不用加其他了 现在这个口感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有巧克力也有奶奶酪 还有一点就是糖粉 还有一点柠檬汁 如果你再喜欢的情况下 你可以加一点黄油都可以的 再加入一些黄油更润一些 对对对对 黄油口感会更细滑一些 所以呢我们就稍稍的期待一下 好 馅儿已经调好了 蛋糕卷也好了 对啊 18分钟还是非常短暂的啊 对好 你看一下 我们要准备把它涂馅儿 在涂馅了之前 我为了咱们一会儿好卷一点 我把这个鞭子 这鞭子有一点烤得有点脆了一点点 咱们把它切掉 同时呢给它修整一下 对 更精致一些 修整一下 然后呢咱们给它割几刀 滑几刀 以前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滑几刀方便待会儿操作 对 方便待会儿卷起来 对这样子方便一会儿卷 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咱们刚才调的 奶酪馅儿给抹上来 抹的厚薄呢也是随意了 这个呢可以不用太厚 为什么不用太厚 因为咱们一会儿有树皮 懂了吧 对 当然这下太腻了 对 不要抹得太厚了 接下来咱们需要把它卷起来 卷非常关键了 对 卷的时候呢 咱们在开始的时候呢 要把它提起来 这个地方自己呢 用手把它给抵住 固定住 对 来 要不要这样子小伙伴 你帮我搭个手 好 我就在旁边看着干招鸡 好 你看一下 现在咱们这样子开始 我这边固定住 对 开始的时候呢 咱们卷得稍微紧一点 现在呢我们要给它 不是经常的树妆 会有那么一点点树妆吗 嗯 现在咱们这个是树桿 我给它拿一点树妆 把两头比较 比较丑的地方把它切掉 切掉 你看一会儿这个年轮不就来了吗 对不对 好 配上这个小海仁跟白雪公主 都是非常的温暖的 对呀 而且吃也非常的好吃 我都舍不得吃了 所以赶紧上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 一国风景一种习惯 一道美食一道风景 你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树妆蛋糕就是来自于法国 对 法国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浪漫 嗯 他们有一个传统啊 就在圣诞节这天呢 他们一定要把树林里边废弃了的树材 砍回家里边 在自己的壁炉里边燃烧十二天 以求来年平安幸福 对 这就跟我们中国人过年要手碎一样了 对我们吃年夜饭吃一宿 对啊 你看过年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 嗯 过圣诞节呢就要和朋友和情人一起享受了 对 没有传统的这种普普通通的圣诞树 我们今天把它换成了更精致的 更美味的甜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树妆蛋糕 但是其实人家的正宗的称呼叫木材蛋糕 所以这么好吃又好看的 又充满节日气息的甜点呢 就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回到大家学会了 我们之前教给大家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步骤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页面以后 里边就非常详细的步骤 给大家参考了 另外呢我们蓝幕组还为大家solo了 成都大街小巷好吃好玩的地方 满足大家的不同需求 在节目最后 我们再次感谢香兰市家烘焙工作室的香兰妈妈 给我们带来这么节日盛典的美食 也要感谢电视远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 妈妈的味道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